後來鄉親的新聞頭一條來關心 民眾如果住在家裡才做生意 要把一樓盪著車口 以及害怕外人停車走動出力 除了保境處理又可以怎樣呢 有些民眾會在門口放金錢停車 火盆 機車卡打車頂物品盪著 不可休心 這些都算是中概物 以法可以減時封保管 如果真正是想要以法尤其 民眾可以向管理政府 為設計交通標準的單位來申請 既然門口會紅線跟紅線 萬一向互亂停車 就能補充各法處理 路邊拍攝的車 也還有飛機的機車 這就是民眾在路邊動車時 最不容易鑽到的情形 既然人不容易鑽到路吧 但是對上街來說 門口去給車輛動到處理英雄做生理 也是真相勞金 店家為了生理也只好用一步 車位讓給人家是沒影響 是停到這邊來 車子也停到這邊來 這時候就不方便了 還是給你停 有時候會把牌子拿走防線 還是給你停車 司機上這款情形 可以透過學會的停車來 在到原本的結果 有關府港府出表是 只要用工作還才是關府申請 經過火申以後 就能過紅線還才是紅線 這樣就不怕站門口去給車輛掉 整個道路的路寬 還有整個這個道路的交通量的需求 我們來做一個標線的畫設 那標線的畫設有很多種情形 有的是有路間的情形 有的是可以臨停 有的是禁止停車的紅線 那如果民眾有這方的需求 可以跟我們道路的主管機關 就是我們彰化縣政府 或彰化施工所提出需求 那我們會聯合我們的警察單位 到現場來勘察 那來解決民眾的疑惑 雖然可以透過行程來圍票算 不過有很多路 根本就不是怕門口去弄掉 是在提供提供停車位 到現在的新聞長 謝梁中華 蔡宏博德